我们提前回家了 所以这个黑板没有 那么就先用这些牌 技术知识 给大家巩固复习一下 那这一套也可以找我要 和图变为了洛书 是吧 我们看这个图 四正位 在变成洛书之后 多了四个角 那这四个角呢是阴的 正位依然是阳的 这就是其中的变化 那么一跟六呢 就是挪了一个位置 错开了 三跟八呢 也是如此 是吧 但是二七四九 那里二七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四九在这 那么它反过来了 这个当中一定也有玄机 我们有机会再去探索它 那么和书图 落书书 受人择指 这些都应该朗朗上口的 空子的一转 里面 这个天一第二 天三第四 天五第六 天七第八 天九第十 一共十个数 一共十个数 然后落书 这十就藏起来了 只有五 在中 有的时候五 也是不用 那么天呢 祝阳 一三五七九 地呢 二四六八十 那一二三四五呢 是生数 六七八九十是乘数 所谓在天成像 整个的这个现象啊 它是小的 那加上五之后 这个就落地成形 当然你说这个地 这个天也有大数 是吧 这是另一种理解 那么 这个一二三四五呢 就代表了 五个 五行之数 小眼之数 以后我们说的 大眼之数的时候 五十五 其实这个天地之数啊 也是五十五 减去五行之数 就是我们 所谓 沾四草 用的那个 现在有的时候 用筹策 就五十根 还有呢 就是洛书 龟带九履一 左三右七 带就是帽子 履就是鞋 左三右七 二四为尖 六八为足 把它比作成一个人的样子 那么第二张图 这个 摇 与挂 那说的是呢 这个阴阳 摇 构成了这个 各种的挂 万物的表现形式 将求标志 变化之道 三个 摇 组成一个 金挂 有八个挂 三摇挂 就是八个挂 三化 组成八卦 那两个金挂 重叠成一个重挂 就是相叠 那文王把它相叠 变成六十四卦 六化挂 那重挂中呢 这个下面呢 叫下挂 上面叫上挂 下挂呢 也叫内挂 那这个以后我们没好一束啊 等等会用到 那么重挂六摇 从下往上 分别叫 初 二三四五 上 这个羊羊羊叫九 羊羊叫六 因为这个 六跟九啊 六七八九 我们讲的是乘数 已经成形 稳固了 所以说 因 就为什么没有用二 是吧 没有用最小的 那 这个羊羊就叫 初九二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上九 就先讲到这 那么这个 初 代表 未 初代表 时 时间嘛 初嘛 上 代表未 这个 就是说 一开始 天时最重要 最后 人死为大的时候 这个 一生 他的 作为 公祭 那个更重要 而 那么中间的呢 就没有这些说法 这个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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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